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划过那长空的大风 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划过那长空的大风 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划过那长空的大风 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划过那长空的大风 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 雷白了云头的苍天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你写不住我英雄的篇章 我永远不住我바 做伤... 刑估报告出来了 多得利的生命力可真强 受到那么大的打击 他们的各项业务依然恢复得很好 要不是一大笔需要归还的银行贷款 他们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展开新一轮的扩张 假如WTO以后 商业保护纪委三到五年 在此期间 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的话 都得利很可能做到前十位 当然了 只需要为他们注上一大笔资金 否则的话 他们将缩小规模 失去最佳的发展时期 看起来 都得利是我们下一个投资目标啊 老弟 让这件事情公开 透明缜密 这不是有点脱裤的放屁吗 我看这不仅仅是给向明远和梁特派演看 也是给你的前姐夫看的 天雄 最近我才隐隐约约的知道一点 史天雄到都得利来搞商业零售 是相装武剑 意在配工 这个配工就是我 说我在天雄搞的是假现代化企业 早晚得完蛋 所以想早一点培养一个取我而代之的人 这是真的 目前还是得不到正式的小道消息 这个可能性不大吧 那就迟半个月 部里边不是早就知道了天雄集团要收购路川失业的事吗 可是没听到什么反对的意见 我不得不防 我这个人做事 喜欢万无一失 一会儿还要见一拨日本客人 就是你的老朋友乔本的上司 说是来参观 实际上是来看菜长的怎么样 周选周选吧 如今和五百强企业接触是件时髦的事 这些个老外 他们能搞得懂中国的事情 到此 那我不送了 这个王山市太狡猾了 拖半个月就是钱呢 只要这样了 没想到 这个陈东阳还挺厉害的 陈伟 抓紧时间和梅小姐结婚 杜德丽目前如此艰难 天雄肯定要抛根问底 万一出了岔子 就前功尽弃了 那个刁鸣生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那也可能吧 不行 绝不能让他落在史天雄的手里 更不能让他见到梅红玉 你去跟二子联系一下 叫他想办法 让刁鸣生半年之内 不能再习评出现 你要不说 这里面肯定就有猫腻 天雄 我们党委会有决定不能乱说呀 陆成伟自己买自己的产品吗 这不有病吗 我告诉你啊 我要是查出来 我看你今后怎么面对我 我只能告诉你 报销陆川产品公司的名字 精华实业公司总部在北京 这不就得了吗 对了 我最近啊 是忙着焦头烂额 那个天雄收购你们陆川的事 怎么样了 我们正在和日本人谈 天雄 对不起我手机响了 是真动 老天找我有点事商量 我们改天再谈 改天再来 改天再来 就这么着 秦思民怕说漏了嘴 我这个侦察连长出身的 还查不出陆成伟玩的小舅舅 这件事就算你查清楚了 也无助于我们目前的现状 找合作人的事 就没我们想象的乐观 车到山前必有路 只要项目好 就不愁找不到合作了伙伴 你和小姜的事怎么样了 你这又当爹又当娘的 也不是个事 我真不忍心拖累小姜 这不 小姜也该换学了 小姜把自己的存者交给了我 可是我 我总不能叫人这样一直等着吧 有了 有什么了 你看这个春桃 招夫养夫 那是美谈啊 你能不能走走 取气养气这条路啊 这能行吗 很好 你这样 你帮我查一下 这个金花公司的法人是谁 好吗 我先谢谢你 比债务纠纷还严重啊 好吧 我等你消息 好 就这样 又没目了 中国的法律要求 谁主张 谁举证 证据链条不完整的话 是办不成铁案的 别着急 那个苍大公司曾经提出 和咱们搞那个合资 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啊 不乐观 西平毕竟是西部城市 观念上 慢慢找吧 慢慢找 好在西平的消费者 并没有抛弃我们 这两天 各店的营业额 都有大幅度的盘升 天雄 我真佩服你的大局观 要不是你那些转基金项目在那里支持着 让银行欲罢不能 恐怕我们很难再贷出款来渡过难关了 现在的商战只开辟一个战场 那是必死无疑 都得利从政旗鼓 除了抓住诚信和服务作文章之外 另外还真需要和几个可能合作的公司进行谈判 如果咱们不迅速恢复到原来的精英规模的话 很可能被加入WTO后的这个发展浪潮 它才掉 我现在算是领略到高处不胜寒的真正寒意了 骑在虎辈上的日子 不好过呀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个 还有什么指示 你问问小江 看他愿不愿和时光一块照顾小娟 这倒是个好办法 娶妻眼前妻 你是怎么想起来的 看那个电影春桃想到的 赚二斤 进来 你找谁啊 你是梅小姐吧 对 请坐 谢谢 你就是那个眼下雪的顾双凤吧 我跟我妈都特别爱看你的戏 你演得真好 我妈好几次都看哭了 你 你今天来找我 我真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能见到你 梅小姐 你真年轻啊 你让我想起了十年前的自己 你只是通过电视上才知道我的 当然了 你是不会通过别的渠道知道我的 我的那一页 早已成为历史 梅小姐 你幸福吗 你幸福吗 你是想跟我说什么事儿吧 你说的话我不太懂 这样最好 这样最好 糊涂一点 日子好打发 我就是太清醒了 太清醒了 也就太痛苦了 我没什么别的事 我听说 你要跟陆成为订婚了 陆成为 他 他应该算是我旧时的一个朋友 以前 以前他帮过我 也可以说 如果没有陆成为 也就没有我顾双凤的今天 他终于要订婚了 不管怎么说 我应该向你们表示祝贺 你爱他吗 他爱你吗 你看我多傻呀 如果不相爱 又怎么能订婚呢 你要是不了解他 不了解他的过去 又怎么会爱上他 又怎么会嫁给他呢 我真的是很傻 顾小姐 你一点都不傻 我们都不是傻女人 不是答应嫁给成为了 谢谢你的祝福 这一两年 他一直都在追求我 要不是他的慷慨解囊 我妈妈的病 恐怕也治不到今天了 我实在是没办法拒绝他 当然了 他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他一定经历过很多事情 也一定跟很多女人 有过感情纠葛 也许伤过不少女人的心 这都是他的历史了 我对他的历史不感兴趣 能嫁给一个爱自己 又珍惜自己的人 这点就足够了 至于未来 我没考虑那么多 听说成为 现在一年能挣一个亿 就算最坏的结果 一年以后我们俩离婚 我也能得五千万 对于我 这个出生贫寒的女孩来说 这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当然了 如果一年之内 我能给他生个儿子 那我就更不用担心了 我听老齐说 他现在非常想过 安定的家庭生活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的运气会这么好 谢谢你的祝福 我会把你的祝福 转告给成为的 这点你放心 梅小姐果然是年轻 心朝想得开 和你相比 我都快成了出土文物 真是一代人一个过来 很好 很好 你跟陆成为 实在是太般配了 那我就祝梅小姐 心想事成吧 谈怎么样 谈崩了 再找别的公司吧 在西平 有实力的公司不多 现在只剩下 百瑞和旺家集团了 别灰心 接触一下 去哪儿 那个秦思民也来西平了 我去谈点事 和小江谈得怎么样 小江倒是同意了 现在 我正在做时光的工作 天上掉馅饼那美事 还不接招啊 这样 太委屈江荣了 我跟你一周时间 回北京把小江接来 好 就是命令 咱们杜特利啊 该办件喜庆的事了 充充会见 对 就这么办 遵命 你也太霸道 什么 八号要搞订婚一室 这么急 不能再拖了 到时候你可一定得来啊 我顺便让你看一看 帮你找的对象 这又是哪方神仙 能想到保姆和终点宫 也可能被政敌 搞成绯闻的主角 应该不是个凡人吧 个子也不低 但是没有天雄的威武和霸气 好嘛 这种人 顶多只能给他一点敬爱 成了大气候之后 免不了要露出中山狼的本性 成维啊 你姐呢 现在还没有亚信选丈夫 你就少费血心吧 你不会还等着破镜重圆吧 我会像这种敬爱的本性 我会让他们在啊 我会 pusht 红宇 我要订婚了 这勤俭 希望你能去 怎么 连句祝福的话都没有吗 上午程伟已经派人把勤俭给我送来了 你知道我最近和我弟这种关系 有点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都恨他 所以我自己给你送情节来 干吗 干吗这么看着我 我又不是上战场 他还是很爱我的 这点很重要 你说呢 你自己想好就行 我妈前一阵住院了 病得很厉害 花了近十万块钱 要是没有陆成伟 他恐怕活不到今天了 他希望在生前看见我有一个好的归宿 随便你吧 你不吃也行 哎呀 只剩一星期了 上人怎么做呀 梅小姐 梅小姐 对从香港订购的四套礼服 没说不满意呀 想想办法吧 她就是提出再难的要求 也只能答应她了 这件事上 我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就算她是一块鹅乱石 我也要让她付出小鸡来 你们来了 真嫂子今天真漂亮 大哥 你们看看 我还有哪些地方 有疏漏的没做好的 赶紧跟我说一声 我好去布置 你觉得呢 挺好的 我很满意 小四啊 你们家老爷子什么时候出发 马上就到了 她很高兴 能当你们订婚仪式的主持人 你把我爸妈 香港商会和美国朋友 写的贺信交给主持人 让他们宣读一下 好 还有 你跟老齐一会儿到外边 去迎接一下田中董事长 和凯思琳执行主席 乐队的水平怎么样 跟他们说 让他们多演奏一些高压的曲 你放心了 我请来的 都是西平啊 有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都能独奏梁山博语注音台 一会儿让他们演奏一首 坦坦你个好这种流行音乐 又俗了不是 这 这 这俗 去 去吧 去 好好 我马上吩咐他们 好 大妹子 这场面够气派的吧 太豪华了 做梦都没想过 这乐队啊 也是事业最欢迎的 还是得感谢你这个媒人呢 哦 程伟来了 大姐 程伟啊 听说今天的省长和市长 也要光临 是 他们一会儿就到 那 走吧 走 天雄 金总 二位好 什么时候能吃到你们二位的喜糖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刚下飞机 你看我现在忙的 成天的在天上飞来窜去的 像个飞行侠 就西平这个地方 我都来了两次了 天雄 你大概还不知道我最近的状况吧 看得出 你现在心情不错吗 是吗 说句实话吧 陆家除了你和成为两个商人 够了 只好迫使我弃伤从政 我现在已经和原单位工作了 主要负责对外文化交流 现在正忙着一台 具有顶级水准的歌舞演出 准备出访欧洲 为我们的深奥摇旗呐喊 下回我带明天给你们 谢谢 小姨 你的能力我知道 用不了多久 你会让大家刮目相看 能得到天雄哥的鼓励 真是我莫大的荣幸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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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过来了 行 那就这样吧 哦 对了 天雄啊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咱们这样吧 电话联络 好的 金总 金总 再见 天雄 你发现了没有 小玉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环境该变人呐 你看我是不是也变了 你变成什么样了 商人 商人 我看你还是像个单官的 什么眼神啊 你是带这种偏见吧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快走吧 走吧 陆成 这不是 定我一时 这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陆成尾的杰作 电视上 他可真是光彩照音了 顾小姐 你这怎么了 顾小姐 你怎么了 顾小姐 你怎么了 没事吧 顾小姐 顾小姐 他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 是不是戏夺他 快看看他胳膊 快 你快打一招 120 快点 这段时间 总算平安的过去了 该来的只差一个史天雄 不该来的一个没到 你怎么不问问我这次来西平的目的啊 你不是来参加那个程伟订婚仪式吗 杳旁 你什么事 你带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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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月兰 天雄啊 我去见一下陆成伟 你要去见陆成伟 他说他想念我 说不忍心看我在都得利 苦苦的挣扎 要给我提一些 立竿见影的建议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我去会会他 给他提供一次表演的机会 那好 那好 你虽然没有出席我的订婚仪式 做的有些绝情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谈一谈 没参加你的订婚仪式是有原因的 我知道 我姐在车库见到我姐在车库见到你们了 天雄啊 这些天我一直被一种快要失去的情感折磨着 可我又改变不了我自己 说句心里话 我一直都很嫉妒你 连做梦都想领导你一回 你叫我来就为说这个 不错 你一直都很顺 这小的时候啊 你就是太阳 可我呢 连地球都不是 顶多就算个月亮 那男的女的全都围着你转 你这小时候的事记得很清楚吗 这后来打个小破仗 弹片把腿划了一下 也没有落下什么残疾 你就成了战斗英雄了 四十岁出头就当了副司长 这官当腻了 嫌老婆不争气了 这就有都得利等着你过来做董事长 好几个女人都候补着 你说你事实太顺了 行了 你快点进入主题吧 别忙 这几年啊 中国发生了一些变化 赶超你的机会也出现了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当初演莎士比亚的那些往事 当然记得 很抱歉啊 我多半时间演的是男一号 什么海姆里桃塞罗 罗米奥 新白林 都演过 都演过 错了 有两个主要的角色你没有演 让给了我 因为我不记得你演过什么主角 我演过麦克白和雅典的泰蒙 你讨厌麦克白身上火山爆发是邪恶的欲望 不能容忍泰蒙对金钱态度的暧昧 我现在仍然持这个观点 金钱的魔力是有限的 我赞同你的观点 但是你能否认目前你感到最头痛的 不就是金子吗 你想给我金子 不错 债务权归我 我占51%的股份 天兄啊 你想让都德利发展壮大 别的合作伙伴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会跟你签约的 因为你们在低谷 你这是做梦吧 你应该具有这种判断力 不是任何一个有钱的人 都能产生这种天才的构想 中国的经济这两年 不会有太大的飞跃 复苏的过程至少需要三年 你想控股都德利 你这是做梦 陆成伟 你真让我长见识了 这世界上还真有吃人不吐骨头的人 都德利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正是拜你所赐吗 你利用诡计逼得我们开出梅宏宇 把都德利搞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还不满足 你还要来都德利当董事长 满足你当男主角的遗忘 你可真敢想 天久啊 商场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余 只有永恒的利益 不管过去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借这个机会 咱们和解 和解 你真说得出口 这有什么难的 这世界上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势力多的是 如果没有大笔资金的注入 都德利的经营规模就会缩小 这对你惨淡经营的事 也是个致命的打击 我可以给你透露一点 天宇马上就要收购路川事业 如果你同意 我可以拿出一亿五千万 投入到独特利 你说什么 天宇真的要收购你的路川事业 用不了几天 这个消息就会变得路人皆知了 当然了 该走的过程嘛 还是要走的 这是我这几年 处心积虑做成的一件艺术品 幸好还有个过程要走 陆成伟 这件艺术品恐怕你欣赏不成了 再见 谢谢你的韭菜 钱贵 喂 您好啊 我是史天雄啊 请问陈部长在家吗 哦哦哦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哈哈有机事有机事 哎 哎这样 您告诉我张秘书电话好吗 停车 后边停车 我记住了 好嘞好嘞 谢谢啊 请出示你的驾照 哎对不起 我有急事 驾照哪里 哎警察董事 你听我说 我我那个 喝酒了吧 哎 哎 这有大话器 严重超标 哎 把驾照拿出来 喂 喂 喂 听我说啊 你酒后驾驶 刚才又闯红灯 属严重违章 啊 这车你是不能开了 按照规定 扣你驾照三个月 拔三分 这样吧 明天上午啊 你找个有合法驾照的司机 到交警支队来领车 啊 如果你对处罚不符 可以在五日内 到交警支队 提出申诉 警察同志 你听我说啊 您让我先把车开走 好不好 我我手机也没电了 我有个急事 真的有急事 我回家打个电话 然后接受您处罚 可不可以 这车你是绝对不能开了 这样吧 如果你要是不能走的话 我喊个110 把您送回去 哦 不不不 我可以 那好 不安静时间走吧 您帮忙 好啊 不行不行 走吧 好好好 我回去吧 好 诚美 别急别急啊 来来来 先喝口水 你不说的话 明天他也会知道的 王传志做事 没十分把握 他绝不会 大张西鼓做宣传的 说得对 得给王传志 施加点压力 喂 传志兄吗 是我 你上次的怀疑很正确 史天雄的身份 确实耐人寻味 他对天宇的事情 一户寻常的关注 我刚刚跟他讲了 我们要合作的事情 他马上就说 你要把天宇带上邪路 还怀疑我 整款了他的都得力 向我兴师问罪 这布里也不是铁板一块 我早就接到了预警信号 要我防着史天雄 防我防得住吗 像你说的 史天雄是根正苗红 历史上没有一个污点 又是陈东阳的心腹 天宇说过陆川实业 他肯定会捣乱 我怀疑前些时候 陆川实业在股市上表现不好 和他有关系 他以为这么做 可以阻止你实时收购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只要你和陆川方面 不帮着史天雄 他能怎么样 布里又能怎么样 去年光天宇集团 上缴的利润 就是21亿3 难道我没有权利 花上三五个亿 收购一个小企业吗 我这边请你放心 时间不早了 你休息吧 再见 我说不会有问题吧 千万不能低估史天雄的决心 你去给秦思明挂个电话 让他明天一早过来 顺便告诉他 他的市委副书记的位置 已经板上钉钉了 部长 陆川实业是陆成伟 他们精心做的一个 空壳的上市公司 证据呢 你的证据充分吗 至少陆川实业 现在还是一个 合法的上市公司 不能贸然下这样的结论 再迟就来不及了 你把你的疑虑 告诉王传志和向明远 让他们认真地 考虑这件事情 我听说 你的都得利遭人暗算了 有没有什么困难 需要我出面帮助解决呀 部长 咱先不说都得利的事情 好不好 嗯 很好 这证明你的大局观 有进步了 可喜可贺 那我去的怎么说呢 我一个早辞职的前副司长 说话有人听吗 部里出面过问一下 这个事不是更好吗 部里有不过问 这件事情的理由 告诉你吧 关于天宇收购 中小企业的事情 部里已经收到了一份 备忘录之类的东西 我看到的陆传实业 前景辉煌了 我很高兴 你心里一直装着天宇 和国有大型企业的 前途和命运 嗯 我相信你的判断 目前只能通过你 来影响这件事情的进程了 部长 这是中国 这是讲究名正言顺的中国 哼 暴戏不报忧的事情 遇多了 我在看天宇集团 送来的备忘录时 心里已经紧绷了一根弦了 今天 我在部党组会上提出 让你出任 本部在西平地区 所有国有资产的督察员 当然了 目前只是以部党组的名誉 聘用你 哎 剩下的就全靠你了 哈哈 哎 这个官可是没有什么级别啊 谢谢组织信任 我可没有三头六臂 也不是超人 出了什么问题 啊 可不要把我当替罪员啊 先杀你这个小羊 再杀我这个老羊 我要为你承担连带责任 好吧 好吧好吧 啊 就这样啊 好 再见 再见 你该不会马上离开杜德利吧 我们还远远没有度过危险期 放心吧 我这么做也想为杜德利讨回公道 那明天和王家集团谈判的事 你是不能参加了 全交给你和越南 王家集团的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 要尽力争取 行了 回到你新娘床上去吧 我还是留下来陪陪你吧 对付王传志和陆成伟这样的人 你还是需要帮手的 行 你打个电话 给小江请个假 咱们造个计划 你的岁月 接满了我的感情 我的人生心走在你的心里 曾经的寻觅 寻觅是感动 感动你我是成长的风和雨 曾经的错都是回忆 错都是回忆 回忆你我是泪花 飘泊的甜蜜 曾经的梦想 梦想是爱你 爱你让我的生命如此如此的美丽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让我一路守着你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哪里 让我一路守着你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哪里 让我一路守着你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哪里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等你 你去哪里 让我一路守着你 而且还可以找出暗中破坏咱们的 最规祸手 这两天 我的眼皮直跳 你小心一点啊 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搜查 齐子宾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我知道 我们在搜查一个没有任何证件的可疑分子 这绝对不是车祸 跳球 跳球 行了